桑志 佳雪 找到了 佳雪 不是答应过我 要好好学习不让人担心的吗 网恋对象 我之前说过什么你忘了吗 你现在长大了 敢自己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来 她是谁 你的女朋友吗 你答应过 要先告诉我的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说话 佳雪 别对小姑娘那么凶 她叫你来的 见到她了吗 她不喜欢我 她嫌我太小 她嫌我太小了 她走了吗 她走了吗 桑志 她这么做是对的 你现在年纪太小了 这么做不合适知道吗 可我会长大 那就等你长大之后再说 那我长大了 她就会喜欢别人 嗯 没关系 我们小桑志长大之后 会遇见更好的 这个姐姐 应该就是一个更好的人 对不起 对不起 麻烦你吗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哥哥没觉得你麻烦 把眼泪擦擦 我们主要是太担心你了 怕你会出事 所以才会有点着急 但是现在 你自己知道这么做不对叫我 去厕所洗把脸 我带你吃个饭去 我不想去 我想回家 回家也得吃饭 你把身份证给我 我帮你去看机票 加水 要不然我带她去吧 不用了 姐姐 我可以去的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来 先起来 来 先起来 那边有个厕所 你先去洗把脸 我等会弄完机票 带你吃点东西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盛总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绩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她也有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脚不能护打 但是她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她怕吃个杀人犯 邓家许 你们讲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 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 伤胎 为什么要打她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就因为我喜欢她 所以段嘉许她做错了什么 那是不是真的年纪大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她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个秘密 有我有个 好喜欢的人 谁啊 我不能说 哥 桑志 这是我第二次这么近距离地见到她 见到小桑志 她也很高兴 怎么也不喊人呢 哥哥好 哥哥好 哥哥好什么 哦 哥哥好帅啊 不要脸啊 她很好 别摄伤了她 慢点儿吧 但她好像对谁都很好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光明 是我要光明 可能在她心里 我们不会有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 那我真的 原来时间真的有魔法 拉近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里 我的梦想 短 加 虚 希望有人可以陪她 我 希望 那个人是